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大家都想打劫 不如我们领手抢了前面那人的药材吧 有冰块在身 他跑不远的 一直犹豫着要不要搭把手的容护法 听到这话脚下一个裂剑 他哭丧着脸躲到了围栏后 夫人出卖队友的模样 怎么和他家尊主一个德行啊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对面的武林中人对楚安的话毫无兴趣 有人回首到 那个买药材他一看就是高手 抢他的东西 我们这些人肯定会受伤 可你这样的娘们就不一样了 抢你容易很多 兄弟们 上 那些莽害一个个拔出大刀立剑 就找楚安挥过来 楚安安联盟抱着楚绿躲闪 然而刀剑无眼 人又太多 楚安安躲开了一个 却没有躲开第二个 眼看着砍刀就要落在楚绿身上 他激紧地抱着楚绿 用自己的胳膊去挡 当的一声 一柄黑色软剑横在了楚安安的头上 沈灵叶一把将楚安母子拉到自己身后 愤然地看着面前的人 除非本作死 否则你们休想伤他一分 那些满汉 没见过沈灵叶的真实面容 自然是认不出他来 他们看到沈灵叶长相俊美 身子挺拔 但身材消瘦 以为他是个喜欢强出头的白面书生 便不屑地笑道 小白脸 你还是有多远滚多远 别妨碍阴影们办事 否则 那人充满威胁的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沈灵叶一掌拍飞了 蓬勃的杀气犹如一阵风 吹散了所有人的笑脸 众人在短暂的呆愣后 惊惧地看着沈灵叶 沈灵叶末发飞舞 雄浑的内力节节攀升 黑色渐气渐渐凝聚 最后包裹住他的全身 深邃的眼眸带着滔天的怒意 看向人群中的三个彪形大汉 他手起渐落 将刚刚差点伤害除安的几人 悉数封喉 他的眸子落在自己脚尖上 脸上是冰冷到极致的神情 那浑身散发出来的强者气息 令所有人闻风丧胆 碰 随着三人倒地 满汉们全都惊恐地看着沈灵叶 墨发黑袍 黑色软剑 强大到不可一世的黑色剑气 这种种的种种 都在指向一个人 啊 他 他是邪尊 是邪尊哪 立即有人认出了沈灵叶的身份 吓得浑身哆嗦 尸声尖叫着 连滚带爬地 想要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地方 沈灵叶嘴角围沟 既然认出本座 那便留下吧 那声音仿佛从 深不可见的冰窟窿里 发出来的一般 听的人 头皮发麻 所有人都精举地扭头 看向沈灵叶 只见沈灵叶看也不看那么一眼 只凭声音来源 便已经将说话之人 击倒在地 嘶 那人喷出一股鲜血 头一歪 瞪着惊恐的双眼 魂归西去 显然是死不瞑目 这一掌彻底击溃了 所有人的心理防线 大家尖叫着想要逃窜 沈灵叶闭上双眸 黑剑挥舞间 一股极其霸道的内力 缠上了这些人的膊梗 那冰凉到骨子里的世人杀意 吓得不少人腿软着 跪在地上 有人指着藏身在屋顶的人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是上面的人 是他们 是他们教售我们来的 沈灵叶的神识扫向上方 领头蒙面人暗骂了一句 连连摆手道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起的 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 我们只是路过 说完这话 他逃也是的想要离开 沈灵叶大手一挥 领头蒙面人只觉得 勃梗逆凉 死亡的气息 仿佛藤蔓一般 爬上了他的心房 还不等他喊一声 饶命 沈灵叶的手 已经虚空一捏 那人便经脉全断 倒在地上 看着死相可怕的领头蒙面人 所有人都害怕得不敢乱动 不少人趴在地上 不敢看沈灵叶 沈灵叶转过身 将楚安安搂在怀里 不去看那些人 竟只带着楚安安母子 往热闹的街市 走了过去 那些人看沈灵叶离开了 以为自己是躲过了一劫 刚刚松了一口气 就听到沈灵叶冰冷的声音 从远处飘了过来 敢打夫人的主意 杀无赦 话音刚落 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群 头戴黑斗笠的人 他们恭敬地朝沈灵叶的方向一拜 而后开始面无表情地拔剑 处理这群乌合之众 一时间惨叫声求饶声 从这巷子里传出来 听得人浑身颤里 可很快 声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连血迹都没流下来 微风拂过寂静的港口 一切 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评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82集 苏木卿就那么一直看着他 楚安安已经垂下了毛子 面如死灰地扶住了旁边的树 他不相信这个女人的话 他更不相信自己是什么替身 沈灵夜明明对他那么在意 那么关心 怎么可能只是逢场作戏呢 他不信 不信 可是为什么身子 却是止不住地颤抖 为什么心口会那么痛呢 好像有无数双手 在切割他的心房 让他头晕脑胀 甚至连站都站不稳 好了 人本宫已经按照约定 给你带来了 苏杰瑜 你答应本宫的条件 不会反悔吧 梁妃娘娘半分都不同情楚安 她在宫中生活那么久 这样的事见多了 早已麻木了 所以她只对苏木青说话 苏木青从宽大袖子里 取出一个木质盒子 递给了梁妃娘娘 这是自然 愿梁妃娘娘得偿所愿 从此 荣灯宝座 梁妃娘娘打开盒子 查看了一番后 甚是满意 楚安安刚要将视线 露在盒子上 梁妃娘娘已经啪了一声 重重关上了盒子 来人 送本宫回去 梁妃娘娘似乎 并不想和苏木青多待 她坐上教练之后 朝楚安安 头绪一眼 道 本宫知道你现在心里 一定很乱 本宫给你一天的时间 你要是还能活着 就来找本宫 本宫 用得上你 说完这话 梁妃娘娘便让人 抬着教练离开了 楚安看着华丽教练 一点一点地消失在宫殿门口 这心中的烦闷感 竟然一丝丝地抽空了 原本杂乱的心 开始跳动了起来 脑子也开始慢慢转动 她深吸了口气 看向苏木青道 就是你要杀我 因为沈灵燕 苏木青微抬起下巴说道 我做这些 不是真的要取你的性命 而是让你明白 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和燕 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所以你和梁妃娘娘 并不是盟友 楚安安继续问了一个 不着编辑的问题 苏木青粗眉 谁会和那个老女人做盟友 我从来都不喜欢皇帝 对皇位也不感兴趣 更不想给那个老东西生孩子 自始至终 我想要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燕 只要你离开她 她便是我的了 原来如此啊 楚安安 垂地垂毛子 开始慢条思理地整理起 给北唐楼的药材 苏木青一时之间 有些弄不明白 楚安安的心思 人们都说 外表越强势的女人 内心越柔弱敏感 楚安安经历这么多 好不容易练就了 铜枪铁壁般的厚脸皮 现在突然听到这话 会不会再次受刺激 性情大变呢 苏木青仔细观察着楚安安的神情 见楚安安一直安安静静地 仔细挑剪的药材 灵动的双眸 渐渐凝起亮光 不再像刚才那样 仔细沉沉的了 不由有些害怕起来 楚安安 你到底听没听懂我说的话 苏木青一把捏住 楚安安的肩胛骨 将楚安扯了一把 楚安安抬眸 不屑一顾地 看着她道 怎么会不明白呢 一个可怜的女人 用着弱智一样的手带来对付我 你以为我会吃你这趟吗 你不相信 苏木青没想到自己说了半天 楚安安竟然半点都没怀疑 我又怒了 她一把将楚安安 用力扯进了屋子里的落地铜镜前 她捏着楚安安的下巴 凑到自己脸前道 你看清楚你的长相 你不过是一个替身 就算你有儿子 和叶有了肌肤之亲 叶也不会要你的 我告诉你 你儿子和叶 为你做的那些 都不能成为你的筹码 你要是殖民不悟 只会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楚安安平静地看着苏木青的脸道 如果我是你的替身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危机感 我 苏木青顿时语色 她没想到楚安安看着文文弱弱 呆头呆脑的样子 说话却是一针见血的 直击她的要害 苏木青说不出反驳的话 只能用着头皮大吼 我没有危机感 但我就是憎恨你们这些女人 如果没有你们成天疯子一样的围在叶的身边 我早就和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哪儿还用得着来共予受罪 楚安安静静地听着苏木青说完这话 然后突然勾唇一笑 苏木青被楚安安突如其来的笑容 震得一脸的莫名其妙 她后退了一步 狠狠瞪着楚安安道 你笑什么 你别以为装疯卖傻 我就会放过你 楚安安道 我知道你当然不可能放过我 因为沈灵夜除了我以外 根本没有其他女人 一切都是你在湖边乱造污蔑的 你胡说八道 我不过是告诉你真相 你要是不信 我就打到你心为止 苏木青突然抬起手掌 朝楚安的脸颊删去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行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183集 楚安安反应迅速地 捏住了苏木青的手 淡然道 你认识沈灵夜那么久 你一定了解她的脾气 像她那么高傲自大的人 看谁都是一大堆毛病 但一旦她喜欢上了一个女子 她根本不可能再和其他女子油染 楚安安渐渐地拔高了生眼 并往前走了一步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是如此强悍 强悍到令苏木青 忍不住声位起来 造谣之前 应该先打听清楚我的弱点 否则你根本没办法打倒我 还会让我看不起你 楚安安狠狠地甩开了苏木青的手 哼 还有 以后我不会容忍你 再这样诋毁我的沈灵夜 也是我的 不是你的 苏木青突然冲上去 朝着楚安大声吼叫起来 她的情绪无比激动 吼得脖梗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楚安安随意地掏了她耳朵道 她又是你的 为什么你连她的全民都不敢喊呢 谁说我不敢 我只是不会像你这样冷冰冰地叫她 苏木青脸色铁青的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不过 这是我和叶之间的小情趣 你这样无用地提神 就怎么可能会懂 楚安安挑了挑眉 冷冰冰 难道你不知道我每次叫沈灵夜全民的时候 她有多高兴吗 哦 楚安安故意阴阳怪气地拖了个长阴 然后面露娇羞地抿了抿唇道 也对啊 她从来不上你 你又怎么可能知道 她在某些时候 喜欢听怎样的软言浓语呢 哼 你 苏木青没想到楚安安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她又恕又恨 最后恨得是咬牙切齿 楚安安慢悠悠地垂下头 理了理额角跟着刘海道 唉 其实刚刚我还是很慌的 毕竟我也头一次 看到一个女人和我长得有八分相像 不过现在我一点都不担心了 你是宫里的娘娘 就算皇帝今天不宠信你 明天也会宠信你 你这辈子啊 也只能老死在宫里 沈灵夜又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她又怎么可能会用老男人用过的女人呢 楚安安亮晶晶的毛子 看着苏木青 每一句话声音不大 却都像是戳在苏木青心口上的刀子一般 苏木青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藏在袖子里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 楚安安 我要你的命 说着苏木青突然出掌 橙黄色剑气直逼楚安面门 楚安安惊了一下 苏木青竟然会武功 而且还和沈亿晨的实力相似 这让她如何抵挡啊 楚安安只能拼命往屋外跑 可是就在这时 苏木青又是一掌 踢在了门上 将所有门全都封了起来 受死吧 没有人能救你 也是属于我的 苏木青的眼中闪过仇恨和试杀的快意 楚安安死死地扒着门框 可就是打不开门 死亡的气息迅速笼罩了她的全身 完了 她要被这个疯女人弄死了 碰 就在这时 一个高大身影一脚踹开了旁边的门框 一道黑色的剑气像一个盾牌一般 将楚安安整个罩在其中 安安 沈灵夜心惊肉跳地将楚安一把抱起怀里 上上下下地打量她 有没有说事啊 这个疯女人是不是为难你了 楚安安只呆呆地看着沈灵夜 沈灵夜的脸上戴着黑色面具 她看不到沈灵夜脸上的表情 却能从那一双黑色毛子里看到紧张和担忧 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那样千姿百味 她抓住沈灵夜的衣袖 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她赌对了 她选择相信的男人没有辜负她的期望 她的眼里心里都只有她一个人 你到底有没有受伤 沈灵夜看到楚安哭了更加焦急 她见楚安安不说话 索性就直接伸手去检查楚安 楚安的脸瞬间红了 她恼怒地拍打着沈灵夜的手 道 你做什么 沈灵夜毫无顾忌地说道 本座看你流泪 心都卷起来了 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快让本座看一眼 那个女人风起来没边 本座不能确定 她是不是用BB的手法折磨你 说着沈灵夜又要去解楚安的衣服 楚安安连忙按住沈灵夜的手 又凶又恼地吼道 看什么看 我说了没受伤啊 你赶来的正是时候 沈灵夜哪里肯放心了 她不顾楚安安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扯开了楚安的衣衫 她一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楚安 一边说道 又不是没吃成相对过 你身上的一处 本座没有见过 嗯 楚安一张脸红得快低下血来了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沈灵夜如此强迫和不要脸过 她抬起手掌 就要朝沈灵夜挥去 沈灵夜突然脱下外山 将她整个裹在怀里 为什么穿这么偷的衣服 一扯就破 还是本座的衣服好 以后都穿本座的衣服 如何 话音刚落 沈灵夜便低头 在楚安脸颊上揉了揉 她的手指不小心碰了楚安的头发 她猝眉道 哎呀 怎么头发湿了 你落水了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行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 古言多人句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哥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158集 本座表现得不好吗 还是本座表现得太好 所以你害羞了 嗯 沈灵夜凑上前调笑道 楚安 美好气地一巴掌 呼在沈灵夜脸上 别说话 刚刚还觉得沈灵夜魅力吸人 让自己心房 忍不住跳得飞快 但沈灵夜这家伙一开口 什么美感呢 魅力啊 都没了 楚安 现在只有一个感受 她想狠狠地揍沈灵夜一顿 沈灵夜只觉得 呼在自己脸上的手 渐渐成爪 大又要毁她容貌的去世 沈灵夜连连求饶 哎 夫人 你可别想不开啊 谋杀亲父的事 咱们可不能干呀 谁承认你是我的亲父了 少在这胡说八道 楚安红着脸 耿着脖子叫道 沈灵夜压低声音 在楚安耳边道 安安 你都亲本座两回了 不是亲父 是什么 楚安安惊讶地咋舌 啊 我什么时候亲你了 不是都是这个家伙主动吗 怎么全都算到他头上了 沈灵夜委委屈屈地 看着楚安安道 安安 咱们刚刚才温存了一小会儿 你都不想对本座负责了吗 你忘了在山洞的时候 本座差点被你折腾得 丢了性命 你怎么能不要本座呢 沈灵夜 楚安安忍不住咆哮道 你敢不敢再无耻一点 沈灵夜黑黑一笑 趁着楚安恼羞成怒的时候 在他脸颊上 巴唧亲了一口 可动作太快 楚安安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沈灵夜已经投降成功 他抓过楚安安手里的黑色面具 心满意足地 飞身离开 沈灵夜 你跟我回来 楚安安气急败坏地 想跳起来 揍沈灵夜一顿 但是沈灵夜的速度太快了 只一眨眼的功夫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楚安安气得 在原地直跺脚 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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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安安连骂了三句 还不解气 直接一脚 踹在一颗石头上 石头咕噜噜地 滚向一旁 惊起了一阵飞鸟 飞鸟过后 投下斑驳的影子 其中夹杂着人的影子 楚安安抬眸看去 几个暗影 朝着沈灵夜离开的方向追去 原来 是宫中的暗影 在追杀他 他才离开的 楚安安不由担忧起来 以沈灵夜的武功 根本不会惧怕 宫中暗影 为什么他要逃呢 娘亲 楚安安正在思索之际 楚绿 乃声乃气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楚安安心惊胆战地 转头看去 看到楚绿手上 捧着一大堆花 平安无事地站在那 悬着的心 总算是放下来了 楚安安 连忙牵住 楚绿的手道 宫里很危险 娘亲不是交代过你 让你不要离娘亲太远了吗 你怎么不听话呀 躲哪里玩去了 楚绿 有些委屈地摇摇头 小绿想过来找娘亲的 可是护法叔叔说 好人叔叔 在这里和娘亲说话 叫小绿不要过来打扰 小绿这才跟着护法叔叔 去摘花的 楚安安神情一顿 他抬眸望去 荣护法正潜伏在假山上 看着他们母子 楚安安扁扁嘴 没好气地说道 沈灵夜已经走了 你也没必要待在这了 免得被宫中的人知道了 又有去什么麻烦 荣护法陪着笑脸 夫人误会了 是尊主让属下寸步不离地 守护着夫人和小主子 尊主怕自己和那些人动手的时候 不小心误伤了夫人和小主子 所以才施展轻功 将他们引到别处去 不过夫人可以放心 孙主武功盖世 不会有问题的 谁会担心他 他嘴上功夫这么厉害 有什么好担心呢 楚安安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 荣护法黑黑一笑 反问道 不知夫人说的嘴上功夫 指的是什么呀 楚安安刚刚消下去的红脸 顿时又浮了上来 当然是指他 气死人不偿命的功夫了 不然呢 荣护法露出了极其八卦的笑脸 他朝着楚绿眨了眨眼 天真无邪的楚绿 好奇地盯着楚安安的脸看 而后楚绿突然指着楚安安的嘴唇 问道 娘亲 你的嘴怎么又红又肿的 是不是好人叔叔又咬你了 楚安安立马囧在当场 龙护法抓紧时间 普及之事道 小主子 这不叫咬 这叫充满爱意的亲吻 这是你娘和你 你给我闭嘴 楚安安拔高生眼大吼一声 吓得龙护法差点从甲山上掉下来 楚安安抱起楚绿 捂住他两只耳朵 冲着龙护法喊道 你再敢和我儿子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小心我毒的里半生不随 龙护法想到楚安安致命的毒药 忍不住色缩了一下 他恭恭敬敬地行礼道 夫人不要生气 属下再也不敢了 楚安安没好气地说道 我说了无数遍了 不要叫我夫人 你要是还不长畸形的话 我不介意帮帮你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行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85集 沈灵夜 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 楚安安突然不和他做对了 他好像有些不适应 他忍不住猜测 难道自己是被楚安安虐习惯了 楚安安说完这话 就打算继续往前走 沈灵夜想也不想 就拦住了他 你去哪儿 本座也要去 楚安安很随意地回道 去换衣服 今日发生了很多事 等我处理好了再跟你说 沈灵夜更加惶恐 楚安安为什么打算 自己处理这些事呢 难道是信不过他 所以才不肯 依赖他的力量吗 哎 沈灵夜紧紧抱住了 楚安安的身子 双臂用力 还住他 本座知道 今日是本座失智 让你陷入了危险 但不管你怎么生气 都不要这样好不好 楚安安失笑道 我没有生气 我只是觉得 我能应付这些事 而你有更重要的事 要处理 更且 宰鸡烟用牛刀呢 沈灵夜还是不放心地 问了一句 真的 楚安安靠在沈灵夜肩膀上 点点头 沈灵夜还是不安心 没有半点隐瞒 没有 楚安安闷闷的声音 从沈灵夜怀里传了出来 沈灵夜立即低头看去 他以为楚安安在哭 可是 等他低头的时候 楚安安的脸上 干干净净 没有半点泪痕 楚安安 抬起手 双手还住了 沈灵夜的脖梗道 我累了 你背我 好 沈灵夜麻利地蹲下身子 但他身高很高 尽管蹲下不少 楚安安还是费了不少功夫 才爬上他的背 沈灵夜很瘦 趴在他背上 就和趴在牛肋骨上 一个感觉 加上沈灵夜从来没背过人 完全没有经验 他会时不时地颠一下 防止楚安安掉下去 所以 楚安安 趴得很不舒服 可是他心里 却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抓着沈灵夜的耳朵 小声道 你知道吗 刚开始的时候 我差点就信了苏木青的话 可一想到你那臭屁 到不可遗失的样子 就觉得他的话是假的 楚安安说话很慢 就像一首民族乐曲般 回味道来 瞬间瓦解了沈灵夜 埋在心底的担忧 他跟着楚安 微笑起来 这么说来 本错让你变得瑜伽聪明了 楚安安翻了个白眼 狠狠掐了一把 沈灵夜的耳朵 道 不 我只是不能接受 被我看上的男人 被一个比我丑的女人抢走 所以沈灵夜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本座怎么可能后悔 沈灵夜扭头看向楚安安 扑上去的小脸问道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成亲 楚安安呆愣了一秒之后 一把拧住了沈灵夜的耳朵 做出恶狠狠的表情道 成亲 哼 你还没说清楚 你和苏木卿之间的关系 我为什么要跟你成亲啊 沈灵夜的耳朵被楚安安 拧得很红 但是他心里 可打翻了蜜罐般开心 他眉毛弯弯地反问道 夫人是在吃醋吗 是啊是啊 楚安安用力拍打着沈灵夜后背道 我都快被自己酸死了 你还不打算老实交代吗 沈灵夜做出被楚安安 拍出内伤的样子 求饶道 哎呀 夫人饶命 本座和那疯女人 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你要是不信的话 本座可以对天发誓 若本座有半句隐瞒 就被雷劈死 被夫人用力剑杀死 绝无怨言 沈灵夜刚刚大声地 和楚安安表了决心 背上就没了声音 沈灵夜忍不住 用手颠了一下 楚安安动了动 沈灵夜问道 夫人怎么不说话 对本座的誓言 还满意吗 楚安安懒洋洋地道 哦 我只是在想 该用力剑刺你哪个部位 夫人 沈灵夜嘴角抽了抽 她突然双手 拖住楚安的身子 一个用力 将她整个 从后面抱到了前面 她略为低头 用低沉性感 而又暗哑的声音 靠近楚安道 夫人怎么能如此狠心 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 楚安安双手 还住沈灵夜伯梗 看着她忧伸的眸子 笑得一脸愉悦 哦 我想到了 就从你的小宝贝开始吧 要是苏木卿知道 你成了太监 你说 她的表情会不会 就成一朵菊花啊 沈灵夜颇为郁闷地 用下巴 戳了两下 楚安的额头 本座对夫人的心 日月可见 夫人怎么可能 下得了手 楚安安耸了耸肩 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嗯 我相信你变成太监以后 一定会更可爱 为了验证我的猜测 沈灵夜 你就牺牲一下吧 本期颇奖完毕 欢迎订阅 评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 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一百六十集 沈灵夜故意用鼻子 去磨蹭楚安的脸 但她又不结结实实地 亲到楚安 而是用呼吸 诱惑她 楚安安可不是圣人 很快她就有反应了 她醋眉咬唇 愤恨地瞪着沈灵夜 你要不要这么卑鄙 沈灵夜 触碰到楚安安 如水一般的清亮眼眸 只觉得心中某一处 一下子柔软了下来 她低头 轻轻吻上了楚安的眼睛 她口齿不清 满嘴含糊地说道 只要能得到你 我能做什么卑鄙的事 本座 都心甘情愿 楚安安根本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应 这样无耻的话 只能缩着脖子 不去回应沈灵夜 然而沈灵夜毫不在意 她满脸自信地 一会儿用唇盼 轻触楚安安的耳朵 一会儿又在她脖梗上游走 一会儿又用鼻尖 蹭蹭她的小鼻子 总之 沈灵夜把之前摸索出来的 几个容易引起楚安安脸红的点 全都用温热的呼吸 聊了一遍 楚安安几乎快要抓狂了 这种把一大块鸡腿 吊在一个饿了的人面前 着实太过残忍了 你到底要不要我 郁闷之下的楚安安 一时嘴瓢 将你到底要干嘛 说成了如此 暧昧不清的话 这话一出口 二人都愣在了当场 楚安安只觉得五雷轰顶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沈灵夜 却是意味深长地微微笑了起来 低沉清冷 而又无比性感的声音 贴着楚安安的耳朵 钻进了楚安安的心里 要 当然要 本座无时无刻 都在想要着你 不过 沈灵夜下意识地 往楚绿的方向看了一眼 颇为好脾气地问道 你确定要在这里 本座的战斗力很凶猛 小绿恐怕很快就会醒吧 去你妹的战斗力 楚安安双手无脸 羞得浑身都滚烫了起来 我胡说八道的你也信啊 你可以给我滚下去 你耍笨座 这回 轮到沈灵夜黑脸了 他满脸郁闷地看着楚安 像是一个得到糖果 却来不及吃 糖果又被人收走的可怜孩子 耍你怎么了 谁让你总是欺负我 洁白的手下传来了楚安 如同小猫咪一般充满诱惑的声音 他以为自己的语气很强硬 没想到落在沈灵夜耳中 就是另一番疑你的景色 沈灵夜忍不住 亲上了楚安安的手臂 安安 本座说过 刷本座 是要付出代价的 楚安安正要说话 手臂上传来了一阵 又咬又麻又痛的感觉 他醋眉 两个食指一分开 偷偷朝沈灵夜看去 只见沈灵夜正专心致志地趴在他身上 一张俊脸正埋在他胳膊上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胳膊上时不时地会传来凉索索的感觉 楚安安没好气地抬起另一只手 去敲打沈灵夜的脑袋 沈灵夜武功高响 轻轻松松就接下了楚安安的攻击 他转而去亲楚安安的另一只胳膊 楚安安昂起头 朝刚才的胳膊看去 只见胳膊上的袖子被提高了 手臂上有一个红红的 类似于爱心一样的大红印子 楚安安气得立马爆炸了 沈灵夜 你属狗的是不是 别人亲一亲 好像蜻蜓点水一样温柔可爱 你他们是在给我拔罐吗 这么大一个印子 你让我怎么见人呢 给我起开 沈灵夜跟楚安安直接杠上了 不管楚安安怎么推他 他就像一座六合塔一样 微然不动 牢牢地吸附着楚安安的胳膊 很快 楚安安的两只胳膊上 出现了一长排 密密麻麻的红印子 远远看去 甚是壮观 楚安安是彻底抓狂了 他直接上手 抓住了沈灵夜的头发 沈灵夜倒吸了一口凉气 距离力争着 楚安安将他的脑袋 像拔萝卜一样往外拽 沈灵夜捏住楚安安的胳膊 嘴巴伸到老长 丝毫不放过楚安安身上任何一处皮肤 楚安安又改用脚 去踹沈灵夜的肚子 沈灵夜 微微攻起身子 将楚安安的两条腿压了下去 顺便将腿往外拨开几分 于是 原本就已经很以你的姿势 瞬间变成了让人享入非非的姿势 沈灵夜甚是满意地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他微笑着道 既然夫人这么热情地邀请本座 本座只好确实不恭了 说着他就俯下身子 朝楚安安的唇叛侵占而去 楚安安大惊 他立马将脑袋撇向一旁 沈灵夜熟练地追了过去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邢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 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有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第187集 沈灵夜动情地嘀嘀呼喊了一声 楚安的名字 楚安应声抬手 去戳沈灵夜的脸颊 沈灵夜一把抓住他的手指 修长的大手 将他整个小手 包裹在掌心中 细细地护着 而后 猛地低头 擒住了楚安的唇拍 楚安只觉得 太阳一下子自演起来 他情不自禁地 闭上了眼睛 耳边 是微微流动的风声 夹杂着沈灵夜 偶尔的低难声 他在叫自己的名字 就跟着风的节奏 在呼唤他 一切 都是那么美妙 仿佛回到春天一般美好 楚安想从沈灵夜手中出来 然而 沈灵夜十分霸道地 将他整个控制住 完全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太阳越来越热 热得楚安的额头上 全是细密汗珠 他愈加紧张 也不知道是热的 还是埋藏在心底的爱意被触发 让他不由自主地颤礼 微风的声音 更加响亮 耳边的呼喊声 也从尼南 变成了深沉的眷恋 情愫 就如同棉花糖一般 缓缓地在树影下发酵 升华 楚安安忍不住色索起来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开始害怕起来 明明沈灵夜的动作很温柔 一直在等着她接受她 喜欢她 可为什么 她还是会害怕呢 沈灵夜 除安安突然喊了她一声 沈灵夜的手 已经放着她腰带上了 她感觉锁骨一凉 身上 有了异样的陌生感 是她无法控制的一种 独特的感受 她开始慌了 知道 有些事情快要发生了 她连连又喊了一声 沈灵夜 这一声 比之前那声要大声 沈迷于楚安 柔美温顺的沈灵夜 终于停下了动作 她的眸子黑得精亮 精致的脸庞 浮现出一丝红韵 整个人看上去 唇意盎然 沈灵夜应了一声 再次吻了吻 楚安安的唇派 她原本想要安抚楚安 可是楚安安 就像一碗蜂蜜水 她一喝 就再也停不下来 热浪就像龙卷风一般 席卷了沈灵夜的内心 那种情动时的难耐 深深占据了她的脑海 一股莫名的战友 再次袭来 她的手再次不自觉地 磨缩到了楚安安的腰枝 安安不要怕 也不要拒绝本作 本作不会伤害你的 不 不要 楚安安一把抓住了沈灵夜的手 摇了头 她闭着眼睛 咬着唇盼 将脸颊扭到一旁道 我还没准备好 而且今天不是黄道吉日 不宜在大庭广众之下 胡思乱想 沈灵夜的嘴角抽了抽 这是什么破理由啊 她根本不能接受 你可以说地方不好 或者本作的手法技巧不好 可你不能用这样的理由 来搪塞本作 安安 你不是没有准备好 而是不想这么快沦陷 你不相信本作 会护你一生一世 沈灵夜一针见血地 说出了楚安安的想法 楚安安被看穿后 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愉快 而是沉默片刻后 点点头 留点时间好吗 沈灵夜原本想要拒绝 可是当她看到楚安安 有过去的半边脸 满是愧疚和纠结之情之后 只能认命地叹了口气 她将脑袋埋在楚安左骨上 温热地呼吸 一呼一吸之间 楚安的身子 蜷缩得更加紧张 沈灵夜紧紧握着她的手 一点一点地 磨缩着她的手心 让她放松下来后 才贴着楚安的面旁道 本作愿意等你 安安 你不要有任何负罪感 本作喜欢的是全身心的你 本作不需要 也不喜欢你委屈自己 成全本作 楚安安的心中很是感动 这世上能有几个男人 会在情势最关键的时刻 停下来等对方呢 可是沈灵夜做到了 不仅如此 她还反过来安慰自己 关注自己的感受 能够得到这样的男子陪伴 她真的很幸福 楚安安动情地抱住了沈灵夜 沈灵夜也抱着她 两人都没有说话 空气中依然流淌着 浓浓的荷尔蒙的味道 可是两人的脸上 却只有满足的微笑 楚安安能感受到沈灵夜的迫切 也能感受到沈灵夜 压抑得有多痛苦 正是因为有这份感受 她对沈灵夜的爱 才更加浓烈 其实 楚安安刚想说 自己也可以 但被沈灵夜 堵住了唇盼 沈灵夜的脸上 依然浮着 红红的两头情愫 可她的毛子却很亮 本座要的是 你的心甘情愿 不是一时冲动和勉强 楚安安定定地看着她 沈灵夜 扯出了一个微笑 本座要是想要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为何偏偏只要你一个 既然要了 本座就连心 连你的呼吸都得要 所以本座不着急 你也不必着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评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 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凌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188集 沈灵夜的声音 更加柔和 看着楚安安的时候 充满了柔情 就好像在看 西石珍宝意外 修长的手指 慢慢地 斧着楚安安的脸颊 顺着她的脸庞 斧着她的脖梗 安安 本座要的是一辈子 不是今天或者明天 你懂吗 楚安安心中 闪过无数的感动 她握住沈灵夜的手 将她的手 放在自己心口上 我知道 未来这里 会完完全全属于你 是吗 沈灵夜的手张开 一点点包裹住 楚安安的心口 她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脚侠 本座还没听过 你的心声 本座现在要 好好听一听 万一你骗本座 怎么办 说着 沈灵夜就大大咧咧地 趴在了楚安安心口上 她的一只耳朵 贴着楚安安的心口 另一只手 则偷偷摸摸地 爬上了楚安安的另一边 等楚安安反应过来的时候 沈灵夜 已经心满意足地 轻轻吻了吻楚安安的心口 楚安安顿时羞红了脸 你 你太无耻了 沈灵夜刮了一下 楚安安的鼻尖道 本座只对你这么无耻 其他的女人 本座半点兴趣都没有 他们只会让本座变得狂怒 楚安安不知可否地挑了挑眉 有人说过 男人的承诺和说出口的话 都只能信三分 那他对沈灵夜 是不是也只能如此呢 不等楚安安说话 沈灵夜一个翻身 将楚安安抱到自己身上 他一手拦着楚安安的腰枝 一手笨拙地 替楚安安扣上扭扣 楚安安看他毛手毛脚地 扣扣子的时候 还不住地吃自己豆腐 便想要自己扣 可是沈灵夜很执着 硬是霸道地控制着他的衣服 一来二往 两人就撕扯了起来 只听撕拉一声 楚安安心口前的一片薄纱 被沈灵夜撕了下来 露出了楚安安里面 湿漉漉的粉红色肚兜 楚安安大惊失色 一把捂住了沈灵夜的眼睛 沈灵夜的关注点 倒不是他肚兜有多么性感 而是他里面的衣服 竟然都是潮湿的 你头发也湿了 衣服也湿了 是不是落水了 沈灵夜扯开楚安安的手 神经严肃地看着他 苏母亲是不是想把你 溺死在水里 楚安安摇头道 他只是使了计策 想要降火给我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应对的策略 你不用管 不行 本座不能让他嚣张至此 既然他已经是 南乡皇帝的妃子 那就让他去冷宫里待着 省得他如此骄纵 不知天高地高 连本座的底线也来触碰 沈灵夜声音冰冷 面容严肃地说道 女人之间的战争 就要女人自己去完成 你们男人不必插手这样的事 去做更重要的事吧 楚安安推了一把沈灵夜 坐起了身子 沈灵夜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不许他起身 他将楚安安牢牢扣在心口上道 这件事本座可以依你 但你现在不许乱动 为什么 楚安安疑惑地问道 沈灵夜 语气不好地冷哼一声 哼 你的衣服如此淡薄 又破了一块 万一路过的人看到怎么办 本座岂能便宜他们的眼睛 楚安安万分无语地 发了个白眼 你带我来这儿 不是早就知道 这里闲少有人路过吗 再说 你武功那么高强 哪怕有人在百米之外 你都能够听到他们的脚步声 还怕这个 沈灵夜根本就不听楚安的话 他无比顾止地抱着楚安 总之本座不许就是不许 那现在怎么办 我总不能一直披着你的衣服吧 楚安安无语地扯了扯 身上的黑色长袍道 这衣服也太大了 撇在身上就像唱戏的一样 难看死了 沈灵夜嘴角抽搐 这衣服可是他身份的标志 江湖中人一看到 用月光纱染成的黑布 便知道是他 几乎无人敢下手 然而到了楚安安嘴里 怎么变成了如此一文不值了 沈灵夜郁闷地嘟起了嘴 难看也得穿 总比你这样好 要穿你穿 反正我不喜欢这样的衣服 楚安安也是个固执的人 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就没人能强摸得了他 沈灵夜磨牙看着他 楚安安毫不畏惧地指使着他 突然沈灵夜一把狠狠地亲上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一直咬着我的脖子 你想吸我的血吗 既然你不肯听话 本座只好听到你听话为止了 说着沈灵夜便稍稍挪动了一点位置 朝着楚安安的锁骨正中间亲了上去 本集佛奖完毕 欢迎订阅 评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句 独厚天下 作者 明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哥 连位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189集 楚安安被挤得只能养得下巴 那奇异的感觉 让他脚趾忍不住勾了起来 他原本还在用力打着沈灵夜 可不知不觉地 变成了软眉眉的小拳头 沈灵夜闻着楚安安身上特有的药香 好不容易压抑下去的情愫 再次翻滚而上 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理智 不去做更多的事情 沈灵夜 你这个混蛋 楚安安打不过沈灵夜 只能张嘴骂他 可是说出口的声音 却是软糯无力 散发着女人独特的魅力 这就像一种奇怪的邀请 让沈灵夜 为之痴狂 他情不自禁地 伸手抱住楚安安 楚安安心口那片纱布 缓缓落下 单薄而冰凉的肚兜 贴在沈灵夜右肩膀上 给了他无比神奇的感觉 该死的 这个女人为什么总能让他失去理智啊 只是这样一个声音 就能让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他该怎么办呢 他根本不想放开楚安安 楚安安就像毒药一般 让他沉迷 他只能更加用力地 咬住楚安安的脖梗 深深地将他搂在自己怀里 感受着近在咫尺 却没办法触碰的温暖 楚安安早已感受到了 沈灵夜滚烫 他自己也有些迷失了 两人都在尽力克制自己 这就像一场绝逐战 谁都不愿意是先输的那个 可是楚安安 到底还是输了 当沈灵夜滚烫的唇盘 移动了他锁骨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为之疯狂了起来 他所有的准备 都是为了沈灵夜的诺言 如今他已经得到了沈灵夜的诺言 并且看清了沈灵夜 对自己的真心 他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他突然一把推向沈灵夜 沈灵夜被推到地上 沈灵夜愣了一下后 瞪大了眼睛 楚安安直接双手撑在地上 扶在他身上 他的脸上是无比美丽的笑容 就像夜蓝香一样 魅力四射 夫君 我来伺候本夫人 沈灵夜眨不乱了下眼睛 呆呆地看着楚安脸上 魅惑无比的笑容 大脑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 什么意思 楚安这是默许他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吗 但他还是下面那一个 沈灵夜微微一笑 抓住楚安的两只手 将他翻过了身子 而后一个翻身 扑了上去 夫人劳累 还是本座多做一些吧 楚安安用力挣扎 不行 这可是我的主场 你乖乖在下面待着 老娘带你飞 楚安安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 竟然双腿一夹 直接将沈灵夜踹开了 沈灵夜在地上滚了一圈 刚刚稳定下来 楚安安就反扑了上去 黑探兄 乖乖躺好 本夫人要开始了 沈灵夜哪里会让楚安入院呢 万一将来小绿长大了问起来 他都是下面那个 岂不是太丢脸了吗 沈灵夜抓住楚安安的双手 又抬高楚安安的两条腿 将他整个人架了起来 楚安安正嘟着嘴 准备当女牛盲 没想到沈灵夜使出这一招 他的脸顿时黑了下来 他腰只一用力 双腿一缩 瞬间挣脱了沈灵夜的前置 沈灵夜伸开大腿 楚安安直接一脚 压在他腿上 朝着自己对面 用力掰扯着 沈灵夜便踢腿 往楚安腰肢上一勾 楚安灵活地一躲 然而沈灵夜的手 正好扯上他的衣袖 撕拉一声 让他整个肚兜都被扯了出来 楚安毫不示弱 上手直接撕开了 沈灵夜腰间的扣子 扣子打开的一瞬间 楚安清晰地看到了沈灵夜 白皙如珍珠的肌肤 他忍不住 吞吞吞口水骂道 一个男人长那么好做什么 真是浪费 不过你放心 本夫人会好好疼心你的 楚安那顺略的流氓话 竟然引得沈灵夜 娇羞了起来 他无法形容此刻的想法 他只感觉哪里错了 但又说不清道不明 直到楚安火急火了地 扯开他的衣服 他才恍然大悟 难怪他觉得怪异 原来是楚安做了他应该做的事 沈灵夜勾唇一笑 一个翻身 再次将楚安翻了过去 夫人真调皮 本作是怜香细郁之人 怎么能让夫人太豪迈呢 楚安很干脆地双手一推 身子滚到一边 傲娇地挺了挺自身的胸膛 要么乖乖躺好 要么给我闭嘴 过来服侍我 否则有多远滚多远 沈灵夜可怜兮兮地看着楚安 这是一个女人该说的话吗 可是她就是喜欢楚安 这样鲜明的个性 她看着近在咫尺 散发着迷人光彩的楚安安 最后任命地躺在了地上 没关系 付出总有收获的 总比什么都吃不到强啊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 行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欢迎收听古言多人剧 独厚天下 作者 明晨 由楚婷 康康 清风明月 平头歌 连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164集 楚安 一点都没觉得荣幸 相反 他觉得很有压力 他默默思量了一会儿道 难怪皇帝 突然要召我入宫了 一定是知道我找到了 可以代替灵溪子的药材 只可惜药材是找到了 但就没拍到 所以皇帝也不知道 我到底能不能治好 北唐洛的毒 为了安全起见 他索性将我留在宫里 随时查看我的一举一动 对吗 沈灵溪 点点头 嗯 不过你依然可以来去自由 有本座在你身边守护你 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 楚婷安 微微一笑 问道 皇帝一定会用各种理由 让我去给北唐洛看病 你知道深夜才出现 一定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你的身份 皇宫里暗影那么多 你总也忙不过来的时候 万一我给北唐洛看病的时候 和他互生情愫 你 楚婉安的话还没说完 是灵溪已经惩罚性的 狠狠咬了一口楚婉安的唇派 本座不会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明樱花国座 就把林云尊的属下 全都调来圣月 本座就不信 南乡皇帝赶翻天 霸道 楚婉安忍不住骂了一句 但心里却有说不出的甜蜜 沈灵夜将楚婉安 抱得更紧了一些 随你这么说 反正本座 不会让北唐洛有机会抢走你的 他要是不安分 本座就再给他下一次读 省得他老是做一些不能实现的美梦 楚婉安笑着将脸靠在沈灵夜肩膀上 李唐洛已经很惨了 就不要折磨他了 沈灵夜脸色有黑的捏住了楚婉安的脸颊道 不许给别的男人说话 楚婉安有些无语地拍了一下沈灵夜的手 谈论男人怎么了 这世界上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北唐洛总不能变成人妖吧 人妖 沈灵夜没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 但是他的脑子转得很快 他很自然地就将这两个字和太监联系在了一起 要是北唐国的太子被南乡国的皇帝近了身 你说北唐国的皇帝会不会抓狂 你说什么 楚婉安惊讶地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沈灵夜低头看向楚婉安 一双毛子藏着怒火和嫉妒 你天天将北唐洛挂在嘴边 你说本座是认真的 还是开玩笑的 啊这 楚婉安咬了咬嘴唇 两条眉打成了一个结 李唐洛好歹对小绿挺好的 你别做得太过分了 不然小绿可能会不喜欢你的 本以为这样的话 会让沈灵夜放过北唐洛 没想到沈灵夜更加不高兴了 哼 这臭小子 胳膊主天天往外拐 看来本座的确该给北唐洛一个打击 免得他总是惦记本座的人 楚婉安不敢问沈灵夜 究竟要给北唐洛什么打击 他生怕自己的多嘴 会引来北唐洛的杀身之祸 他安安愤愤地 靠在沈灵夜肩膀上 两人无话 正要个子入眠的时候 楚婉安突然记起来 这家伙不是说要解释的吗 怎么三两句 就绕到自己身上来了 喂 你还没有把你和那个女人的事情说完呢 别想着这么糊弄过去 楚婉安毫不犹豫地 在沈灵夜心口上 正中拍了一张 沈灵夜睁开一只眼睛 懒洋洋地看着楚婉安道 嗯 哦 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 楚婉安黑着脸道 你只说了她的身份 还没说和她的过往 说 她是不是你的旧相好 一听到旧相好这三个字 沈灵夜扑舌一声 笑开了花 楚婉安捂着沈灵夜的嘴 看了一眼楚婉 见楚婉睡得香甜 丝毫不受影响 便松开了沈灵夜 狠狠瞪着她道 笑得这么开心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嗯 沈灵夜笑的嘴角 都快给到耳后跟了 楚婉安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沈灵夜笑着 双手揉着楚婉安的脸道 你真是太可爱了 不要避重就轻 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否则你今晚就别想睡踏实 楚婉安的手 放在沈灵夜腰上 沈灵夜很怕痒 楚婉安一挠 他就忍不住 色索着要躲避 楚婉安连挠了几下 沈灵夜终于求饶地开口了 哎呀 本座小的时候 曾经受过西楚皇帝的恩惠 但西楚皇帝死得早 本座还没来得及报恩 他便先去了 不过他留下了口血 让本座好好照顾他的爱女 所以本座便替苏沐清 保了西楚十年的安定 真的只是这样 我看他身材挺好的 加上你们这么多年的情分 你就对他半点都不动心 楚婉安也不知道自己怎么的 说出来的话 总有一种阴言怪气的味道 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 沈灵夜看着他 然后认真地说道 有过 楚安脸上的光 一下子暗淡了下去 沈灵夜连忙加上了后半句 才怪 本座只见过他两次 哪来的情分 本集颇奖完毕 欢迎订阅 行论 点赞 更多精彩福利 等你来拿哟 沈灵夜看着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集完